我们来看第一题 哪一个数是直数中唯一的偶数就是2 10它的因数是1、2、5、10 所以它是和数 关于1的迅速哪一个正确 1是和数吗?不是 1是直数吗?不是 它都不是 它不是和数 也不是直数 下面哪一个数的直因数有7 17的因数有1 17 所以它的直因数只有17 35 1乘以35 2没有 3不行 4也不行 再来就是5乘以7 所以它的因数是1、5、7、35 它的因数有7 7也是直数 所以它有直因数7 所以是2 下面哪一组数? 5、5、5 yes 5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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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 然后是5它有5枝 5共ndid even 5共ndid even 5共ndid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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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共ndid 6共ndid 7共ndid 5共ndid 只有1、2、17、34 35呢 1、35 7乘5 1、5、7、35 所以他们两个互指 那我们其实这种题目我们也可以先看后面 第一个比较难找 那我们就看后面 第二个6611 那他们有11 这个共同的因数 好 24跟72都是偶数 所以他们一定有共同的因数2 所以这题我们选1 好看第二大题 圈出下面个数的值因数 2、12 好 3也是 3、4、12 3也是12的因数 它也是值数 4是核数 5不是12的因数 6是12的因数 可是它是核数 7不是12的因数 8也不是 12是12的因数 可是它是核数 好 56 2可以 4是核数 7、8、56 7是指数 所以它也是值因数 8是核数 9 没有 14 好 14 14乘以4 它是核数 我们就不去那个 好 28 它是核数 56是核数 所以它们都不是 好 43 43 只有1乘以43 所以43 就是它的值因数 它本身 好 将下面个数做值因数的分解 好 值因数分解 来 我们用短除法 25 5乘以5等于25 所以25等于5乘以5 它是直数 它是直数 它也是直数 好 68 偶数 看到偶数 我们先用2把它变小 好 68除以2 34 好 再用2 212 27 14 所以68等于2乘以2乘以17 40 40 好 我们来看哦 好 用2 20 再用2 10 再用2 5 所以2乘2乘2乘5 找出 下面各组数的最大功因数跟最小功倍数 最大功因数 这里3乘3 它也有2个3乘3 所以最大功因数 就是9 那最小功倍数呢 就用最大功因数 要去找 它的倍数 它跟它的功倍数 它没有它的2 也没有它的7 所以它要去乘2 再乘以7 所以它是3乘3乘5乘2乘7 那我这里2乘3乘3乘7 再乘一个5 是不是就跟它一样了 这就是它们最小功倍数 所以最小功倍数是多少呢 好 我们可以33得9 9 7 63 63 好 5乘2得10 那63乘以10 就是630 好 那这一题呢 我们就直接用短除法咯 24 6 10 用6 6 4 24 10 然后接着用2 22得4 25得10 所以 最大功倍数就是旁边6乘以2等于12 最小功倍数呢 6乘以2乘以2乘以5 6 22 25得10 12乘以10 120 看第三题 它3乘以11 它257 所以它这两个数是互值的 所以这大功倍数是1 最小功倍数就是要两个数乘起来 互乘 好 那互乘3乘以11等于33 33乘以7 33乘以7 21 3321 写1 近2 7321 再加2 23 好 这三个乘了 231 然后再乘以10 就231 就231 刮糊里可以填入哪一个数 使下面各组都互值 在框框里画圈 14和7有功因素7 14就是2714嘛 所以要填入这里 填入43 43的因素是1和43而已 14的因素是12714 所以他们的功因素只有1 所以两个乎值 好 这里呢 好 27 27是1 3 9 27 所以呢 是哪一个呢 哪一个跟他乎值 4 4 因为 他 可以用3去除 81 除以3 32 6 21 37 21 所以 81 有因素3 所以跟他没有互值 所以是4 好 29 58 28 29 乘以2 就是58 所以29 就是58 的因素 这两个就没有互值 所以是92 7 3 2 3